大家好,我們現在要來講解的是 AIP軟體的安裝 我們今天安裝的環境裡面是Windows 2019 那我們要安裝的版本是5.1.11.666 現在開始為大家進行安裝的演示 首先我們先取得安裝的程式 雙擊點選兩下,他就會進入安裝的畫面 那我們就看到安裝的精靈,他就會指引你說安裝的流程,所以我們點選下一步 那在這邊的時候,請輸入你的產品金藥 那如果我們是試用版的話,請向你的原金藥商索取 測試版的key,那我們原則上測試是30天為主 下一步 使用者協議按下我接受,然後再下一步 那這邊你可以選擇自訂安裝,或者是點心 我們先看一下自訂安裝 那自訂安裝裡面的話會有一些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主要的話就看你需要安裝哪些套件來做勾選,那我們所缺的空間大概會是1.4G 那預設的安裝路件的話是在c.pogamfile.a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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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le 當中呢,他會秀出一些我們AIP 的功能,比如說創建虛擬副本啊,然後iSCSI啊,bucheck啊,虛擬備用副本這些 基本上我們AIP的新版程式啊 以往的程式是需要做重開機的 那新版的程式安裝好,不需要重開機,安裝完就可以執行備份了 好,我們現在就已經完成了AIP程式的安裝了 那可以看到安裝完他是沒有 跳出需要重開機,如果你的 系統 需要重開機的話,他安裝完他會跳出來通知你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的去執行AIP的程式 然後來進行安裝 設定 備份 以上就是AIP安裝的功能延遲 再次 打造成 少年 搭 Gina 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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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